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我来到这里的时候呢 圣众就跟我提说 就是我们实际上以往都有在拜一个比较大的餐 然后就说实际上我们是不是有考虑 那么专业师可以比较定时的每年就拜一个餐 那么我当初实际上我第一次梁花宝餐 我拜过几个餐还没出家前 但是直接说就是我第一次拜梁花宝餐也是在专业师 那当然这个因为我以前学佛的地方可能比较小 那么地方比较小 所以这个没有很多这个机缘 那当然就是在我没出家的时候嘛 那至少我那个环境 长大的环境 只有一位比丘尼 那么实际上先想一想也是很幸运 因为那位比丘尼呢 就是是一个马来西亚人 但是在我们这个东马来西亚人来说 在那个早期然后出家已经很难得了 当然那个时候我没有觉得怎么样 但是年纪越大就会想到说这是一个很难得的事 因为在我们那个地方呢 那么身为一个这个汉族吧 或者是中国人 这么说 那么而且又是一个女众呢 那出家去是要很大的挑战的 因为这个很多人不能理解 这个出家意义在哪里 那其实她也是我的一个皈依师傅 那她这个当初 因为我学佛的时候 她当年跟我讲了很多事情 就是一些课题 我也听不懂 就是只是觉得 反正她就跟我说一些事嘛 有时候想起来也是挺惭愧的 虽然那时候我还没有到二十一岁 因为我二十一岁出家的嘛 那么所以那记得那时候 当然就也是她开始带我们去反败 以前就每天有空就去做早课 早课比较难 因为早起来 那么但是这个晚课呢 她每天就会做这个叫小蒙商 就是翻一个小蒙商 所以每天几乎有空 周末更不用说 都会翻一个蒙商 那么这个北丘尼也是我第一个皈依师傅 叫管辞 法师 其实我还记得她名字 很久了 现在想一想 已经有三十年了大概 那这个没有啊 二十九三十年了 那它实际上呢 就是也是引进我们学佛的一个开始 那当然这个 那我们主要就是常常就去念完课啊 然后就是有时候跟我们开示啊 那当然有时候很难得的 比如说一些大的节日 我们就会拜一个像大悲唱 那有时候 当然这个是就一般的 很常有的汉系的一个传统嘛 那就当然常常就会念佛 然后就拜个大悲唱 这样子 这就是我的一个因缘了 当然后来在学法的时候呢 在学习的过程里面 也有机会只能参加一些蒙商啊 当然也有一些大法师过来 那么当然这个 这个梁花宝唱呢 就听说很久了 故事也知道 我想我今天也不打算讲 这个梁花宝唱的起源 那么以前就非常的想玩 所以这个就回到 其实这个拜唱过程 我今天会有讲的这句话 听起来有点感性 当然也是跟今天这样拜的一个唱 有关系的 因为至少 有时心里呢 在做忏悔的时候 那么有些时候呢 自己可能有些思思忘记了 就想起来 比如说我在拜的时候就想到 比如说有时候 毕竟我也不是功力很好 有时候会忽视乱想 在想的时候就想到说 哎呀那个以前啊 这个拜唱啊 自己在做的时候 也没有一定 自己认为很用功 其实也没有真的 有时候用得很用功 那么当然这个 现在有这种想法 总比没有的好 那再加上就是 就想到我以前的皈依师傅 那么那个一个 你这种出家人 怎么在引导我们 当然我们因为这个团体 那个时候 这个我们是小孩子 我们才是青少年吧 就是那刚才十九 我皈依的时候 应该是十九岁 我记得是十九 不然就十八岁 那就在那个时候 也不懂事 尤其我们那年代是很笨的 都是傻傻的 呆呆的 所以呢 那么当然后来 也是有一些试者 可能这些居士 年纪大的 他们这时候 后来我还记得 他就 他说 算了 下次我们不要再拜了 你们这些 拜了这么久了 都没有用 他就把门就一关 那我们就没有去 没有机会再接触 其实那也是 我最后就见到他的一次 那当然之后呢 从我个人的经验来说 那就因为 后来有一个佛坛 也请我们过去 我们这帮年轻人 无处可归嘛 不知道去哪 所以就 另外一个佛坛 也找到这个机会 他就说 哎呀 我们这个佛坛刚好 因为都是居士团体嘛 没有人 所以我们就过去 然后就常常 就拜了很多餐 我讲到这边呢 我肯定的过去的罪业 是很重的 我在想 那么呢 就是我还记得 我要去出家的时候 已经决定要出家 当然我那时候说老实了 我出家 我没有想过 我会出家南传的 这个机缘是很奇怪的 因为我从压根 都没有想到 这个南传 也不懂是什么 那我今天不是要跟你介绍 我出家的事 那我记得就是 当后来在一个机缘 因为我那个师父来的时候 在那边带了一个月 我就专门跟他当翻译 就是我还有工作 但是我还是帮他当翻译 所以就这样的一个 这个音缘就这样升起 我说我还是应该去看看 那个南传是什么 因为我不理解 但是我知道 那个时候 我最后是在拜餐的时候 那时候就是我要去带一个 那个大杯餐 那我知道 我从来没有这种现象 但是我就拜到了胃头 然后就蹲在那边 就蹲在那里 就爬不起来 因为我是当尾楼嘛 然后你想说 你就爬不起来 很尴尬的一个场合 当然就有人就 当然就是像我们这个 毕竟有几个 我们都是年轻人 在打法器嘛 所以他就来跟我 接了这个法器 来跟我打 当然我自己心里感到 开始是很尴尬 你知道年轻人都很好强嘛 觉得这多丢脸的一件事情啊 那人家都知道我要去出家了 那么本来以为说 要出家前 可以在面前 佛人面前 威威风风的 拜一个餐 然后反而就是 那个胃就很疼了 其实那件事 说实在的 对我还是有一个 很深的一个影响 怎么影响 就是有时候呢 我还年轻的时候 所以年轻就 就出家不久的时候 有时候想着这件事啊 也不敢去说出来 因为这件 绝对是一个很尴尬的事 你知道我们因为 有一个概念认为说 我拜畅 那么 如果今天我的胃疼得 连那个筋都送不下去 那当然就代表 我这个人是一个 一定福报很不好的 这里呢 是这样的 我记得还好 很多事是要有个正确的 一个观点 那后来 大概我出家两年了吧 我还记得很清楚 我会 为什么把这件事情 看淡事 因为我们也是要 有个习惯嘛 当沙密的时候 每个晚上 以前我们 不是每个晚上的话 一个星期 至少一次 都要到师父面前 去忏悔 说师父啊 就是我们是送一个巴黎文号 但是意思就是说 师父啊 如果我的身口意啊 对你又不敬啊 对你又不好啊 要求你忏悔 那是我以前的这个 出家学习的过程 那么在这个过程的时候呢 当然有一次就 当然有时候 我也会很不高兴 不做也要做 就跪在那边 其实很气 你知道吗 就是有一些观点 但是你也要做 那我就后来 隔天可能就气消了 有时候 我就跟这个师父 谈到这件事 他都 我就跟他说 你记得吗 有一次 虽然我师父 不懂了中文嘛 我说你记得吗 有这件事情 我那时候在拜餐的时候 就跪在那里 这个胃疼得不得了 我就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但是我那一次 我非得要退下来 不可 然后我问他 记得不记得这件事情 他说他不懂我是什么 但是他可能好像 当然他也可能客气 有印象 主要我就跟他解释 说我那时候 把这件事情 都放在心上 觉得我可能是 业障很重 但是他就告诉我一句话 所以说这句话 也让我蛮失怀的 他就说 你为什么不这么地想呢 如果你不是因为 已经那时候疼到 你都动不了了 那么有可能 你可能连出家的机会都没有 换句话 他说要告诉我 是 那么有可能 我所做的这个 过去的业 因素 但是呢 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夜报 就要升起了 反正我就要去还这个报嘛 我现在不谈说 这件事情的 这个怎么样 但是呢 实际上这个事情呢 也让我就是 无论如何 再从我一个成长的过程里面 我就回到这个话题是说 其实我当然对这个 拜餐这件事 一直很重视 那么我刚才说了 因为我们出家的时候呢 本来就是在生团里面 在一个传统上 在半夜半夜送戒的时候 那么之前呢 尤其是如果 本来你有些纠正的 有些什么样的事 本来你就是 因为你不想进去 戒堂的时候 有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就是 你不想进去戒堂的时候 你觉得你不亲近 因为你带了这种意见 看法 这样子事实上 对自己本身的修行 是一定好处都没有 这是一个 所以呢 只要能解决的问题 就先解决 对吧 那么而且在传统上呢 当我们在进戒堂的时候呢 那你甚至还有个机会 怎么样呢 你就是找他 跟他讲说 不管他出家比你砸 还是比你年轻 你在进戒堂的外面 你就开始要跪下来 这个是有一个 他有一个格式的 那么你就要学 怎么去送这个格式 比如说我犯了什么样 如果你真的看到 我犯过这个问题 请你原谅我 大概是这样 那么这是一个因素 因为我们觉得进戒堂 这个是对自己 是福报对自己的业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一定都会 找这样的机会 来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当然第二个 也是一个很现实问题 如果比如说 你跟那个出家众 住在那些僧众里面 那你刚好跟他 有课题的时候 你不先解决 到时候在大众里面 他指质你的时候 你也会很尴尬 对不对 那么当然就是 尤其是你明知道 是自己犯错的 你会也很尴尬 但无论怎么样子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 在开始为什么 在这个出家的 为什么这个 我们的戒律里面 是说我们的这个 倡仪里面 应该怎么说 为什么有这个叫做 Shamma 就是指倡谋 中文一般就指 这个倡谋这个仪式 那么这个仪式 当然传到中国之后 那么这个仪式 当然就一方面是 大乘佛教的 这个思想的影响 当然也一方面就是 这个本身有原料的 这样的一个思想 还有更重要 我觉得一点就是 也是过去的这个祖师 比如说像天台的 自一法师 这个一定是 当你谈到唱法的时候 没有办法不谈他的 几乎在中国的历史上 那么还有这个华言中的 对于这个唱法的 这些做法 我这里不是在打算 打算细说这些 那我只是先要讲说 从一个开始来讲 这个唱的这个字 中国来讲 它实际上这个不是 我们中文原有的字 那么在这个 我这里刚好像一个 在谈潮的时候 一个叫玄音 它写了一个字典 我们叫一切音译 的字典 它这里就写了说 这个忏悔 此言而言 意思是说 这个字是错误的 他说错误是 他就这样 书无忏之 因为这个本来在书里面 没有这个忏之 所以应该要言 他说应言插磨 当然这个是一个范文 范文翻译的一个字 叫插磨 那么此云冷 它意思就是忍耐的意思 为容恕我罪也 就是宽恕我的罪的意思 那么道宣律师 那么大概在四世纪 他在《四分历》的 这个戒书里面也提到 他说 慧呀 这个字是一个土源 就是说中国本有的文字 但是唱这个字 是西方的列语 就是西方的 当然那个时候指西方 不是这个西方 就指印度 那么就好像范本里的音 就是唱某也 那么他也讲得很清楚说 这个唱的字呢 非唱牙所成 这个不是所谓的 简单讲就是古代的 这些古籍里面 所有的这个陈述的这个字 那只是因为 近俗相传 简单讲就是 这是这个近代 近代这个世界 而相传的一个字 我也不打算引太多 简单地说就是 从很多引文里面 我们也可以理解到 这个我们现在了解 中文字这个唱字 实际上本来没有这个字 但是因为是受到梵文的影响 跟那个音配合起来的时候 就这个差字或者是缺字 那么就创成了 这个现代的这个 有个汉文叫做唱 那么也可以见到说这个唱 当然从这个字里面 可以见到这个唱 实际上肯定是在 这个中国的整个的佛法里面 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等一下我们大家会谈一些 佛经的内容 所以我这边先讲一讲 就是一经法师 我们大家知道 一经大概在四世纪的时候 那么一经法师 那么这个漂泊海外 简单讲就是乘船 一直远游到印度啊 斯里兰卡 那么他最主要的一个工作 一经法师就是要去 收集一切的这个律章 大概 所以在他这个一个律章里面 他在注解这个叫 《根本说一切有不得比拿叶》里面就说到 他说呢 唱跟悔啊 有这个不同的意义 那么唱呢 是请求原谅 悔呢 是 他是解释是这样 范语就是叫做 阿巴迪 阿拉利提升 当然这个就是 再放就是阿巴迪 阿巴迪提升 然后简单说就是 什么意思呢 就是自身罪状 就是告诉自己的罪状的意义 毁呢 是罪毁 毁过之一 那当然还有个简单的讲 就是说 其实严格的说 什么叫做 有个字很奇怪的念法 就是巴拉迪提升 就是 范文叫做巴迪提升 其实意思是说 就是对他来说 这个毁 那么从这边来看呢 最早去我们知道这个 忏悔的意义 简单说就是 当一个人有做错事的时候呢 做错这个罪恶的时候 做错罪事的时候 要跟对方说 求这个唱 那么当然在出家里面呢 这个大家学戒律的 都可能比较了解 在这个求这个唱里面呢 有分的 有的东西呢 其实你只要跟一个人唱就好了 比如说 尤其是你跟那个人不合的 或者你因为你对他不礼貌的 但是有的呢 是要 无论是只有一个人 要大众面前要唱的 那么一直到大乘佛教 当然这个大乘佛教 对于这个唱的发展 当然就影响了我们现在 对这个拜唱 非常具有很大的意义 在谈之前 我们先谈一谈 就在佛陀时代这个忏悔 先看看有没有 就是至少我们知道 这个佛陀成道的2600年前 有没有什么样的 比较明显的例子 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国王 叫做阿萨斯丸 应该听过吧 那我们就知道 简单地讲 阿萨斯丸的爸爸 叫做 谁知道名字 波罗斯丸是不是 我一下子忘了名字 平波罗斯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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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平波罗斯丸 那么大家如果有送一部经 就是 这个大 这个我们叫大阿弥陀经嘛 那里面就有 也提到一则故事嘛 是提到说 平波罗斯丸 他的太太 不是 就是因为平波罗斯丸 被 被关起来的嘛 对不对 被关起来的时候呢 所以他这个儿子 因为他这个儿子 想要崛起他的王位 要他交出这个皇位 要找点 所以就把他关起来嘛 这个大家也知道 很耳熟人详的一个故事 那简单地说 后来这个 这个故事就是说 他就 因为他的妈妈 就是这个阿萨斯丸的妈妈 的皇后 他就 去探访他先生的时候 就是他的父王 不是 就是这个国王 他先生 所以他就会去 身上涂一些蜜嘛 对不对 甜的蜜 然后给他甜 来让他这个 至少还能维持他生命嘛 但是不管如何 这个故事 当然就也因为这样子 当他发觉到 这样的一个状况的时候 所以他觉得 为什么这么苦啊 所以那个时候 佛知道这个 所以在那一部经里面 主要是说 佛就 那时候就显现 就介绍说 这个西方 这个国土里面 有一个阿宁陀佛 所以这是一个 非常有名的一部经 那么在这里呢 这个阿含经里面 就《真意阿含》里面 提到一个 其实巴黎战也有 一样的经 就是 那么 但是放在长部里面 然后呢 就提到说 这个阿萨斯丸呢 事实际上他后来 虽然他把他父亲也杀了 他成了一个国王 因为在一个大臣的介绍之下 他觉得 他见了这么多这种宗教师 在印度很多不同的有名的宗教师 但是没有一个给他直接的答案 就是达非所问 那么就是 他觉得这个根本就是 他要问的 他根本就没有给他直接的答案 所以人家就跟他介绍着这个佛了 简单讲就是他爸爸 被他杀掉的 这个国王的 这个所信仰的一个导师 所以他想一想 都已经见过这么多宗教师 我应该去见一见这个佛 所以他就去见他们 在这个时候呢 这里面有几个有趣的故事 我只是来提一下 第一个就是 他其实第一个问题就问说 究竟你们当初家有什么好处啊 他就问的是这个 那么这个 其实这里面他有回答一个很有趣的事 因为在印度的传统里面嘛 他就问回国王佛陀说 如果今天你有一个悲女 这个悲女呢 或者是一个所谓的 在跟你服务的一个人 他觉得他不做了 他要离开了 他离开了之后呢 那么他会怎么样呢 他就去出家去了 那么过了几年呢 如果你在看到这个人呢 如果他已经出家了 你是一个狗啊 你会怎么对待他 当然这个跟这个印度 我们要理解这个印度深厚的 你也可以说是他的福报 他们的概念 他说 当然了 如果他都已经出家了 我当然要尊敬他的了 他说 他就问他 那你会像你以前这样去使唤他 去工作吗 他就说 当然不会啊 我会非常地尊敬他 如果他要吃我还要供养他 因为我想要省养这个福报 所以这就是后来佛跟他讲 这个就是出家的第一个福报了 那么这里面呢 我主要是提到的是这边 当然这里面 对话里面呢 后来呢 那么最后呢 这个阿萨斯王一定会问这个问题 因为他其实已经后卫了 他把他爸爸杀了 对不对 那么这个故事很复杂的 那我就先不提 简单讲就是后卫了 然后呢 他就问了这个佛的这个问题 简单他就说 他就说 那么他想要知道 我要怎么样吃 简单就说 我要怎么吃 让我这一生 可以得到好的福报 他没有直接问这个问题 说我杀了谁什么都没有 他只是说 怎么我现在能可以 这一生可以得到好的福报 怎么让我下一生 也可以得到好的福报 他就问这个问题 当然这个 从对方我们都了解 这个背景 佛陀也知道 他问的是这个什么意思 佛陀就跟他讲呢 他说我就告诉你吧 这样子 你首先一定要知道 你一定要先要有皈依 一定要皈依这个佛 要因为为什么 因为只有 就算这个天神 天众 威力再大 但是他们还是有 贪跟沉跟吃 所以这个浮量 还是不够大的 OK 了解吗 就是因为 神众 虽然威力很大 当然在印度也相信 这个不同天界 也不同的这个天界的神 那么这些天界的神呢 但是因为他们还有这个 贪跟沉跟吃 就存在 所以 威力还是没有佛的威力大 那么第二 要皈依这个法 那么呢 因为这个法呢 一定能让你 有一天 去向眼泪 那么 这个 在这个宇宙里面 无恙比这个法 的威力还大 第三 一定要皈依神 因为这些深重 他们都是因为 谁的这个法 信这个佛 他一定会有成就的一天 那或者有的 已经有成就了 所以呢 这项这些 都是威力最大的 世界上 没有再比这个 简单说 这样的 佛跟法 跟身 的福分 最大了 这个是他 要的 所以我想说 大家在拜的时候 也会注意到 先一直谈皈依 有没有 你会常认 那么这个就是 当他讲完这个时候呢 当然阿撒斯王就 接下来他就说 当你皈依好了之后 负担忏悔 要忏悔 你所做的恶行 恶行 就是做的恶 不对的事 那么 为什么 他就讲 因为这个恶行呢 简单讲就是 因为呢 恶行的来源 简单说 他分析了一下 恶行的来源 都是跟你的 或 我们讲 或就是说 贪嗔痴的因素 把你迷惑了 然后呢 把你迷惑的时候呢 造成你 就是 造成一个人 就是造成这个 阿撒斯王 甚至 不为 这个 这里面 这部经 巴黎藏没有提到 这一句话 就是 韩语上有点 但是在这个 汉语里面 就是说 就是甚至 因为 因为这个 恶行 这个祸呢 让他增长到 他甚至 把他的 为了要 强起的皇位 把他的 爸爸也杀掉 他就这样说 所以你应该 要在 这个佛法身 的面前 应该 要去求 这个忏悔 而且呢 要去 赞叹 这样子的 这个 佛法身 三宝的 这个威力 所以换句话说 身啊 要去 五体土地 去求忏悔 口呢 要非常的 这个 去赞叹 这件事 那么这样呢 他甚至说 你能做多少 就做多少 这样的话呢 你就 从你的这个 颤里面呢 你可以把你的罪呢 他自己 至少阿汉及没有说 我把它清掉 完全 他只是说 你至少呢 看到你的 这个罪的 这个根本 在那里的时候呢 那么 那么你就可以 把这个根本 把它拔起来 OK 那么 接下来就是 但是佛就 可能也给他一个 当然佛讲的话 不会随便说的 所以佛另外就说呢 所以呢 应该要了解 有两种人呢 如果他在 死的 人家 他没有带任何的 恶业 罪而死掉的 命中 因为这里面 当然涉及到 轮回的课题了 就是不会带 两种 那么 哪两种人呢 一种人就是说 他本来就不会造恶业的 他都是 一直都是造善业的 所以这种人呢 他是不会带着 这个罪而走的 那第二种人呢 就是他有造恶业 但是他因为求着 忏悔 改过 那么 而把这个恶业 给舍掉 这种人呢 所以换句话说 了解吗 就是两种人不造恶业 一种 两种人不会带着 罪而走 而命中 那么一个就是不造恶业的人 一个就是造了恶业 但是他可以因为忏悔 改过 把这个根本射掉 就是罪恶的这个根本射掉 所以这两种人是不造恶业 OK 所以那么 这有一句寄宋 这是从所谓的这个阿罕经 说 人做极恶行 一个人做非常非常恶的行 悔过转 回搏 因为有悔过了 而转了 变成很微薄了 乐悔 无戒息 就是每天每天都 悔过这件事情 没有戒怠 没有懈怠 罪根 容易拔 那么这个罪的根呢 就会被拔起来 那么 大义的解释是说 就是如果一个人 就算他做了很大的恶行 但是如果他能悔过 这个悔过呢 不是说你的消掉 而是把你转了为弱 薄弱 但是呢 还要实时的去悔过 一定要尽情的去悔过 这样的话呢 才能最终的把他的罪根 把他根本的拔掉 OK 那么 当然呢 这个故事 简单 不经里面 那么 所以这个 当然这个 这后面我大概讲一下就好 就是说 当然佛陀说 赞叹他 你应该 现在要好好地做 因为他是个国王嘛 要以法来治这个世界 所以要好地做这件事 千万不要以 不对法来治这个世界 简单讲 不对法就是不符合 这个一个善的 那么我就跟他讲 你应该要讲 那么 简单说就是 告诉他 要 鼓励他 应该要讲 当然这个国王就很欢喜了 他就离开了 下面有一句话是有趣的 当然离开的时候呢 那么 走了不远呢 那么佛陀就跟 这些比丘说 他说 当然佛陀也跟他讲 跟阿萨斯王讲了很多法 之后 劝他要好好治国之外 就讲了很多法 那他离开了 后来他就 我们都知道 后来阿萨斯王是非常富士国王的 这个佛陀的 那 后来他就说 你知道吗 如果他当初 因为不是因为杀了他爸爸的业 虽然他现在毁过了 他还是有薄弱的业在 他这次见到我 他应该就挣到出国了 他就是因为有做了那个业 所以他并没有人挣到这个国 那么换句话说 我要讲这个事 顺便要说就是说 这个 这个是从阿萨的一个角度来看 是可见呢 其实这个本身 因为这里讲到嘛 如果他那个时候 当然他已经有点忏悔了 但是如果他因为没有做过 这么大的恶业的时候 他见到佛的时候 他已经是证悟了 所以这个在我的观点 就是这个一个观点 或者是一个提出的一个看法 就是说 这也说明了有时候 我们在一个人在学法的过程里面 这个当然从将来 继续谈下去我们就知道 不管是任何的大师 都是一字认定这样的 一个人如果心里都能把 他心的这个恶业都能唱的话 这个对我们的修持是非常重要的 才能得到禅定 才能得到这个修行 才能得到智慧 才能在这个修行上面 更能的这个顺利的用功 所以我又拉回来一点 就是说 记得当圣仲在跟我提的时候 其实我那时候说 哎呀是啊 我一看我出家了 有这么一段时间 那么以前也拜了很多唱 当然我也知道 以前拜的都用不同很多心态去拜 有时候就觉得唱得挺高兴的 在那边打打敲敲的 当然有时也觉得自己声音挺好 那个时候年轻嘛 声音还是好听一点 然后当然有时也是有会虔诚的时候 都有 当然也有烦恼的时候 都有 都有就是 所以呢 但是我就觉得 这个当我们如果有这个机会 在拜唱的时候 我想大家也会注意到 其实 应该就是说 我们都是要很虔诚的去拜 因为呢 不管怎么说 我们的人生 在这个美国来看好了 我就刚才说 就像我那个地方 你想要找一个拜一个什么 良王宝忏的这样 拜一个忏的 然后大家这么多深重 可以一起这样拜的 那真的很难得的事 可能台湾福报比较好 台湾比较好一点稍微 那么但是 尤其在我那个长大地方来说 我觉得这是几乎 如果我就算住到现在 也几乎不可能了 除非我要出国去 所以我觉得这个机会 是非常非常难的 那么我觉得你们 其实我在某一点看起来 你们的福分都比我还好 真的 我讲的话 不会随便跟你们去讲 就是至少从这个角度来说 那么一旦呢 如果我们这个 真的能自信的去忏悔 去拜这个忏悔 一定就是跟我们得到一个利益 我这边可以跟你讲一个 也跟你分享我一个经验 至少我是这么认为 就是有一次 当然我第一次拜 也没有真的很 应该这么说了 就很难让我完全专心了 这么讲好了 但是拜了第二次 那么大概是拜了第三次 那可能就比较抓到说 我应该怎么样 就是什么都不管 就是可以只有 在拜的时候就特别 就是好像在修禅定一样 就是在专心做就好 真诚的去做这件事情 反正既然都讲得不好听 讲得或者讲得直接一点 都已经站在那边了 那你 你可以选择就是乱七八糟 你也可以选择一个做得好好的 就是看我们的智慧 所以我那时候就说 哎呀既然都已经站在这里 要拜这就拜 但是呢 有两个机缘 一个机缘就是因为我拜完了 其实我那时候觉得 就身心就 开始腿是有点疼 因为有些肌肉很少用 但是这个我倒不觉得怎么样 但是就觉得 这个就有点累 但是这种累就好像 看你怎么看 我那时候觉得 反正就好像去运动了 回来都会累 就是这样 运动就是好事 那么拜完了之后呢 后来我有这个机缘呢 也去 这个 到了一个地方去 我不想讲太细 我到了一个地方去 在一个地方我也看到了一些 那个多宝佛 那么也看到了这个多宝佛的一个佛像 这个 因为如果你看别的唱本 有时候会提到这个多宝佛 这个宝塔 多宝佛就是讲说是一个宝塔 涌出来的这个佛 那我有一次会讲 也看到这个一个图像 多宝佛 那我也有这个机会 在那里去观想这个多宝佛啊 观想这个佛像啊 那么其实我就是因为这个之后呢 有一次我在 也在一个地方 其实就 你那个那一看到多宝佛 隔天吧 还是大后天这样 我其实就有一个机会 有看到一个 简单讲就是有一个很好的现象 好 那么我那时候 当然我不觉得自己是 什么样的一个大修行或怎么样 我只是觉得 啊 那个真的是 我是这么认为 就是两个机缘给我 一个就是 有可能吧 我现在有这样的一个好的段向 给我看到 那有可能就是因为 我做了这个忏悔 好 我是这么相信啊 我不管人家怎么想 你问我的话 我是这么相信 我说哎呀至少 有时候人都是这样 我们人心嘛 都是隐瞒自己 不是隐瞒 就是很容易 弯掉自己不想想的东西嘛 但是你在做了忏悔的时候 你都把它全部都挖出来了 就好像你去 一个泥土一样 这个都是杂草把它丢掉 对不对 有时候你瞒呢 你根本就看不出那些杂草在那边 所以你就把它抓出来都丢掉 因为有这个机缘 再加上第二个就是信念 信念就是对于这个佛 跟这个菩萨的信念 因为这是一个很重要 那么有了这个唱之后呢 就是对于这个佛跟菩萨的信念呢 我就 就是 就很欢喜 没得好说 你问我怎么解释 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 我就很欢喜 因为那时候 我觉得看到这个像的时候 我在坐在那边去 可以观想那个像的时候 就是一种 说不出来 就感觉上 全世界上没有这么漂亮的图片了 有点像这样 但是这之后呢 我就看到一些断相的时候呢 就让我相信说 哎呀 这个 这个真的就是像 当然这个 也让我回到这个 像执仪法师 这个天台中 不管会师法师 这些大师 他们所说的一样 简单讲就是 这个忏悔 就是五体投地 身体这样去掺 把我们的六根 我明天会再多说 把我们的六根呢 都给我掺的 我不能说没掉 这个最美 而是把我们的 就像我用回这个 阿罕的说法好了 就把我们的这个六根呢 掺的这个最薄弱 再有这样的一个薄弱的时候呢 我们的心呢 如果人还是在 人在 不管你是修什么法 至少一念这个佛 一念这个菩萨 或者这个 当然最好 从大乘角度来看 就是一念一切诸十番的这个佛 因为诸十番 我们可以这么说 因为就简单说 就是恭敬的这个心 不只是局限在谁 是一切的这个佛跟菩萨 但这个对我是有点困难 但是呢 这个是从一个道理上来讲 那就是 那肯定的这个 就把这个 甚至在 如果把这个罪呢 可以把那个罪 可以连根都把它拔起 这样子的时候呢 我们的这个戒就清净了 那么这个戒的清净呢 当然了 这个定就能发起了 OK 戒清净定就能发起 但这个定的人发起来 会就会伸展 当然这个细节 我们可能到时再讲 这就是 这是其中一个 第二个 我们如果也注意到 当我们在开唱本的时候 第一件事会看到 这个古代的大师 像写这个唱本的时候 就写到这个普贤菩萨 有没有 因为如果你翻一开始的时候 就谈到普贤菩萨 其实这个都有一些来由的 当然我们也知道 从一般在修 净土法门里面 一旦我们如果 像修净土法门 在念佛的人 希望往生到极乐世界去 当然有的 这个修持非常好 那么可能就会见到 这个奥弥陀佛 那但是呢 有的就是会说 在梦中也好 或者是说 在这个 在你在平常的禅修啊 或者在这个念佛啊 所以念就是 你心在念的时候 那么有时候会见到 这个普贤菩萨 有没有 因为普贤菩萨呢 这是主要出自于 这个华严经嘛 因为华严经里面呢 就提到说 就是 简单地讲就是 先这么说吧 就是说 因为普贤菩萨 就是可以说是大喊的 简单说是一个 这个 除了这个 比努之那佛 那么我们就有一个 叫文殊式的菩萨 一个就是普贤菩萨 为他的左右 那么普贤菩萨呢 也是一个代表的 就是说 一旦你见到这个普贤菩萨呢 他就能迎致你 到了这个所谓的 这个 我们一般叫净土世界去 到净土这个世界去 那么为什么要提他呢 这个 当然这个里面有很多因素 最主要的一个因素 就是因为普贤菩萨 曾经说过 大家也可能 有些在这边 产生诵经 可能比较知道 就是提到有这个 所谓的这个 十个 我这个有时记东西很差 叫做 我们叫做 叫做什么 反正简单就是十个嘛 一个就是礼经诸佛 有没有 第二个就称赞如来 第三个就是管修贡养 第四个就是忏悔业障 这个就当然 我们这个可能多说一点 第五个就是随喜功德 那么第六个就是请转法轮 第七个就是请佛注释 第八就是禅随佛学 第九就是横顺众生 第十就是补戒鬼项 那我们称为普贤菩萨 为大汗 当然这个有的翻译 有的念大型 简单说就是一个 有的是解释 因为普贤菩萨都齐着一个像 这个有九个牙的像 那唯一个代表普贤菩萨 简单的说就是 有的解释说 他为大汗 是因为普贤菩萨 他能通行无阻的 那么当然也可以另外的了解为 因为就是说 大汗是指说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羞耻 那么这个羞耻里面 我这边提到是 这就像那个 大汪管或华言经里面知道 讲的就是一定就有提到 这个所谓的忏悔 这个是 那么也这个 第一个 我先简单的解释一下 就是离经诸佛 就是我之前提到 就是我们在礼拜佛的时候 我们在礼拜佛的时候 我们要礼拜一切的诸佛 虽然我们在念唱的时候 虽然我们都知道像 比如说念到这个 很多的这个佛的名号 那如果你也并不知道 这个佛的名号是什么意思 也不能理解这个佛的名号是什么 甚至就是说 你可能对这个佛的名号的一些背景 也不一定知道 但是呢 我们如果在意念的时候 我们只要意念就这个 每一个佛 诸佛 我们都意念 每一个世界 每一个尘土 每一个世界的地方 你就看着像 每一个世界 就像有一颗一颗的沙这样 这每一个沙就是一个佛 那么就所以说 它是十万亿佛 几乎没有办法去数 所以当我们在礼拜的时候 我们如果可以的话 要意想这个世界都是佛 这样子 那么所以这个呢 也就当我们有这样子的 我们已经是在 理经一切的佛了 那么这个是 当然了 这个要做到 我想大家在拜参的时候 是最容易的 因为你没有觉得 我想大家在此 我们有些居士在这都已经 时间 修行也有一段时间 都会发觉有个差距 比如说你今天 如果只是念一个经 你就算想要说一念 不是说不能 就是好像废的力比较大 有没有 但是当你在做这个拜参 拜过参的时候 或者在做拜参的时候 就是 就是感觉上 你如果你真的能去忏悔的话 身心就很比较容易 就是没有那么奔得紧 应该怎么讲 那么很容易就是说 当你在享有这个诸佛的时候 好像很容易你就 有点像你就很容易 贴贴福福去做这件事情 要不然你肯定好像 虽然你说我信佛 但是那个心好像有点硬 当你在这个拜参的时候呢 这个贴贴福福 你就可以 简单说就很容易地发这个迎进的敬佛 尊敬佛的这个心就生起了 当然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一位都一样 这是我的想法而已了 那所以当我们如果能这样在拜的时候呢 都能去观想一切 我们也做到 首先我说就是在普贤菩萨里面 讲的第一个 就是已经一切的这个诸佛 所以是这个佛是无有穷尽的 无有穷尽 那么第二呢 就是我们在称赞如来 我们在事实上再拜两环 也有 也是成就了这个 我们如果真用心的话 我们在拜的时候 就像这个普贤菩萨回答说 一定要称赞如来 那么就用口去称赞 当然我们心是可以 用意是够 但是呢 因为口 也就称赞的时候 在某一点来说 你可以把那个业加得更重 意思是说善的业 所谓这个离尽佛的业 会更重 就好像我心里在骂人 跟我嘴巴真的骂人 这两个有差嘛 对不对 是不是 赞叹一样嘛 如果这个我心里赞叹 当然是好 很重要 没有这个就没有这个口业 但是你能也把这个口业 再来赞叹的时候 这个当然就是业就更是 深重 善的业 所以呢 就要一切就赞叹这个 那当然他这边本来的解释 华言经的解释说 那么因为这个 一切佛跟一切的菩萨 他这样叫海会 我们叫像海嘛 好像海会是一个形容说 像海洋那么浩大 就集会在一起 大家聚集在一起 那么 那么 你就应该去观想 他们就在那里 就是实践 看到他们都在那里 然后呢 你要去从你的口去赞叹 他们的这个威力 那么赞叹这个一切如来的 这个功德是无限的 虽然我们不一定要了解 这个功德 海是什么意思 我刚才讲的最简单 一切的世间的法 在佛教来看 没有比的佛陀的法 没有比的这个佛 还来得伟大 就像你这样问我 所老师啊 如果你问我 哎呀这个法师啊 你是一个出家人啊 你要不要去当神父啊 我实际上有时候 以前我会心动的 为什么会心动呢 因为我觉得他们 这个各方面的条件 住的都比我们好 但是呢 我不会心动 说实在我为什么 没有想过这个课题 我以前在读书 认识很多不同宗教的人 大家都是好朋友 为什么今天 你不管怎么样告诉我 我还是坚信这个佛法 为什么我还是坚信这个佛法 因为我坚信一点 就是这个世界上 没有人可以跟佛比 那么你问我 我不是在说比神通 更不用讲了 不用跟佛比 但是这个不是我重点 重要的 我为什么觉得 佛是无量的功德呢 就是重要的 佛是断了贪 断了撑 断了吃 断了这个三毒 断了这个无名 对不对 这个任何人 都无人跟这个无人比 这个福分才是最大的 这当然对一般人可能比较难理解 但是一个人 一个 一个 这个 我们当成一个人好了 就是一个的众生 他只要 能断掉这个完全 那么咱俩最大的福报 才能做得到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是我对佛的 最至善的尊敬 对至善的尊敬 所以我们当我们赞叹的时候呢 这也是佛陀告诉我们非常清楚的 当我们在赞叹 为什么要赞叹去诸佛跟菩萨 就是因为呢 他们的福分 就是因为他们都是 断了贪跟撑跟吃 这是一定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那么第三个 就是管修供养 供养呢 比如说 我们到佛堂来 对不对 有的供养这个金钱 那么有的就是 供养这个灯 用它最虔诚的心 这很重要 完全只是要供养这个三宝 诸佛 然后这个一定要管修供养 有的时候啊 就惛养这个 当然古代 善子 就是因为有时候 出去的时候啊 那么下雨啊 或什么 就是善 像这一类的 这个至少 花言经这些像善啊 那么或者是供养袈裟 或者衣服 这样 当然在这里面呢 他也说了很多 这个普玄菩萨讲得很清楚 在这供养里面呢 当然就是 法的供养是最好的 除了这个供养之外 我们一定要劝导人家 好好的向上 好好的要去学习这个佛法 当然我觉得有机会 好好的去皈依 去了解这个三宝 那么呢 因为这个的福分呢 不只是那里展显的 比如说 很顺利 万事顺利 或者是说 这个钱财很好 各方面 因为这个 因为在佛教来看 这个都不是永远的 仍让我们的 永远的 赞扬的 就是我们的功能 简单说就是 当我们的皈依三宝的时候 真正的皈依不是嘴巴 一个皈依 真正的了解 什么三宝的意义的时候 自己呢 这个 薄弱自己的这个贪嗔痴 对不对 那么我们先讲的忏悔好 就是通过忏悔就好了 真正的有做错就是做错 你要怕骗自己 对自己自由过意不去 是不是 跟何观我们在这个福的面前 在这个三宝的面前 所以呢 当你真的这样的时候 这个佛是真的是大慈大悲的 就是要让你们讲 才能真的只有得意 只有得到好处 不会 永远不会有坏处 所以当一个人在确定了 在皈依三宝的时候呢 那么他就真正的这个法呢 简单说就是 这个真正的这个佛教的道理 或者这个所谓的这个宇宙 最重要的道理 就会流入你的心里面 如果你真肯的去学 那么这个是才是更重要的 简单来讲就是 我们今天说佛嘛 你说佛的福报很大 你说诸菩萨的福报很大 他又不是千万亿风 又不是千万富翁 对不对 又不是千千千千千千千亿万 什么什么不知道怎么算 反正就是都不是 对不对 但他福报大在哪里 他福报大在哪里 我想你们有答案了嘛 不用我再讲嘛 是不是 这个想一想就好 那么他福报大在哪里 就像我们为什么 我们供养他 供养诸佛的时候 那我们为什么会因为 这样的真仰福报呢 我解释了嘛 就是因为 他是绝对断了货 断了坛成吃 是不是 这从一个宇宙的世间法里面 那个是最大的福报 当然也因为他们 这个诸佛有这么大的威力 所以呢 这样大的威力 所以一定会展览这个 这么大的慈悲 所以呢 我们在供养的时候 我们也从那边崛起 不能说崛起 错词用错 简单说就是我们会得到这样子的一个 很大的功德 利益 那么在 所以呢 法的供养呢 是最好的 比如说 就是要产生利益众生 告诉他怎么样做一个好的人 怎么样去摄受众生 简单说就是要 带他们 去摄受他们 告诉他们怎么做好的 不是在讲是非 不是在办事情 只要让他们都是好的 然后呢 那么要让这个 而且呢 如果可以的话 众生有苦的时候 帮他们 离开这个苦 对 这些都是法 法不只是说法而已 这个就是一个佛法里面讲的一个道理 这个慈悲心 那么这个有苦的时候 要离他们 带他们受这个苦 当然我是说带他们受苦 不是说我已经很痛苦 很讨厌 称恨 不能起称恨的 你受苦不能起称恨 你要么就起忍辱 忍耐 谢谢 那么 而且呢 就是 这个 还有就是 要不离这个 当然这里面有一句话 不离这个菩提心 这个 这个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有没有时间讲 大家先说一下 大家先说一下 一般我们谈的菩提心 当然就是指 最简单就是 要有 要有 对众生 希望众生 都可以成就他们而成为 就是能成为这个圣者 或者成为这个菩萨 或者成为佛 当然以这个菩萨跟佛为最高 那么叫一个菩提心 那么当然这个 一定是发自于 内心的一个 磁跟悲的心 的一个质量 但是这个质量呢 只有磁跟悲的质量 其实还不是很具足的 一定要有 生字加上 应该要处理的一个想法 处理 处理这个有很多意义 第一个 就是生的处理 比如说生的处理 像出家人就是生的处理 就是你看 从一个古代的社会 当然在美国现在 可能有不同观点 但从古代的社会里面 你从一个家里面 在印度社会里面 你能离开这个家里面 完完全全去追求一个羞耻 这个就是生的处理 就是出家 那么另外的 也可以是一个新的处理 比如说有些在家中 就是说 当然这个出家中 生处理也要 新处理也要 但是在在家中来说 比如说 这个新的处理 就是简单说 就是要知道 这个轮回是苦的 只有你真的认定 看到 我应该怎么说 你真的去面对 真的认定这个轮回是苦的时候 这个惭愧 当然跟忏悔有关系 惭愧心才会生起 比如说 哎呀 这事有什么好计较 有些事 很多事要计较 计较不来 是不是 我至少 我不是一个非常怎么样的 但是我会尽可能 想 有时候会去想这件事 我 这么讲好了 真的 我是很深信这一点的 就是只有你知道 这个轮回这么苦 你的心才会处理 才不会去贪 做这么多事 才会是说 哎呀 这个 看看用另外一个方式去看待吧 比如说 用一个悲心去看待吧 或者是说 有时候 用一个那个 水洗吧 哎呀 我就看到他怎么摆得这样子的 我只能水洗吧 哎呀 他都已经很用心去做了 对不对 我就为他高兴就好了 像 那 像 这个 因为 因为你自己看到 当你一直在抓住一个东西的时候 那 造成了你很大的烦恼的时候 那么事实上呢 痛苦的第一个就是你自己 那么更不用说 这个痛苦 如果一旦你看不到 你还在抓住的时候呢 这个 简单讲 先不谈说你能断轮回 这个处理的心就生不起来了 就是简单说 就是一旦你发觉 你看这样的 这样的东西 你都要这样的时候 还谈什么轮回 还谈什么断轮回 所以一旦你 慢慢慢慢 从这角度里面去看到 从这角度里面看到 从这角度里面看到 不管是自己的见解 不管是自己的 从眼跟 耳跟 鼻跟 哪一根都好 一根也好 就是想到的东西也好 如果都能觉察到这个 那么这个处理的心 就会生起 因为呢 有个很有趣的事 是这样的 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 新的处理的心 生起的时候呢 你才会知道说 原来这个苦是这样的 不是我 不一定 就是简单说 有可以说是制造 但是它已经是没有办法 它会在那里的 等你再看到那个苦是这样的时候呢 你就会了解 如果我是这样 那些人不是更惨吗 对不对 当然也有修行比我好的人 就可能稍微好一点 那么那些如果都不知道修行的人 都是在那个世界里面 一直在 没有相信佛法的人 没有真正去学习佛法的人 那不是更惨吗 所以呢 这个处理心呢 再加上我们朋友的这个慈跟悲心呢 就产生起了菩提心 就觉得 哎呀 这些众生呢 当然 这个是很难的 我现在说 道理上 我是觉得亏斩 我说难的意思是 你真的要做得非常好 很难的 但我只要说 就是从一个 这个角度是切进去来说好了 实际上你至少多多少少 你一定理解到说 哎呀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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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生啊 就是如果能斑啊 就多斑 好 这个能成就他们 就多成就 因为这个当然 慢慢你会了解很多的道理 好 我因为时间到 我们先讲到这里 好 那我先 今天是第一天 好 就开始嘛 反正 明天我们再还有再 继续再拜嘛 那么 当然了 每一个 这个 居士 我刚才说了 我们要把这个 这个 这个参礼 这个两万宝参呢 真的是 我觉得是 激燃很难的 我们也永远不知道 我们有多少起源 更何况我们当我们在拜这个 这个两万宝参 不但是能参罪自己 我们也希望 也是透过这样的一个参罪 跟过去自己的愿的 都能 希望 至少能把他剥落 这个 这个罪业 不要让他延续台 那么 往生者 希望他们都能往生到极乐世界 然后再生者 因为我们这个参罪呢 结了非常好的善缘 以我们的善的这样的 跟诸佛菩萨的力量呢 他们得到非常好的福分 那我先祝福你们这个 拜忏 这个 忏悔的 这个 三根 我们叫做 三根清静 好 阿弥陀佛 谢谢 OK